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顶比较简单的渔夫帽 这帽子戴起来就比较简洁 我用的这个线是出的清体空心纱 6.0的勾针加上一个计划扣 环形起针 我们先起一个可以活动的圆环 勾针从前面传过去 把线勾出来 锁一针 接着勾针从大的线圈传过去 把线勾出来 通过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短针 接着勾针传过大的线圈 把线勾出来 通过两个线圈 这就是第二个短针 这一圈我们一共要勾十二个短针 那勾完这一圈 勾好十二个短针以后 我们把线圈抽紧 在第一针的位置 把线传过去 把线勾出来 把线勾出来 我们做一个引拔 通过最后一个线圈 锁一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就加一针 同在一个针目 再勾出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 也放上一个计划扣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每一个针目 加一针 一共是二十四针 先勾出一个短针 同在一个针目 再加一针 好 那勾完这一圈 二十四针 勾完二十四个短针以后 那我们在 计划扣的位置 也同样的做一个引拔 我们把计划扣拿下来 我们在计划扣的这个位置 先锁一针先 计划扣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本来 应该要勾一个短针的 那我们先在下一个针目 勾出一个短针 回头 勾针回头 在第一针的位置 挂上一个计划扣 勾针回头到 起立针的位置 就是第一针的位置 再勾出一个短针 我们这个是勾交叉短针 那接下来再看一次 第二组 跳过这个针目不勾 再下一个针目 我们勾短针 我们勾短针 那回头 在空的这一针的位置 那再勾出一个交叉短针 那这一圈就这样勾 那这一圈就这样勾 跳过一个针目不勾 再下一个针目 勾短针 回头 在空的这个地方勾出一个交叉短针 好 那勾完这一圈 这一圈交叉短针也是24针 那我们勾完最后一组交叉短针的 在计划扣的位置 把针目不勾完最后一组交叉短针 那我们第四圈是要夹上12针的 那我们计划扣的位置 把计划扣拿下来 计划扣的位置先夹一针 同样在第一针 关上一个计划扣 接着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加一针 那就是隔一加一 36针 就一个短针 不加 下一个短针 加一针 勾完这一圈 36针 那现在我们到达第五圈 第五圈也是交叉短针的 那就是跟第三 第三圈是一样的 在计划扣的位置做一个硬板 在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也是挂上一个计划扣 那回头在第一针 就是硬板针那一针 再勾出一个短针 那接着也是这样 跳过一个针目不勾 下一个针目勾短针 回头 在空的这个位置勾出一个交叉短针 那也是勾完这一圈 交叉短针完这一行 我们到第六行 又是开始加针了 那也加上12针 12根引把针以后 在第一针的位置先勾出两针 就是加一针 那在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也放上一个计划扣 接着 两个短针 在第三针的位置加一针 那这一圈勾下来就是48针 那第七行也是交叉短针 48针 我就不再重复了 勾完这一第七圈 第八圈我们也是要加上12针的 那就是60针 我们就隔三加一 在起立针的位置加一针 同样也放上就要扣 那就是三个短针 那就是三个短针 在第四针的位置加一针 加完这一圈是60针 第九圈我们又开始勾交叉短针 现在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行是短针 一行是交叉短针 那交叉短针的这一行就是不加针的 就是在短针的这一行加针 这样寄就好寄了 好我们接着往下面勾 我们勾到60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量你自己的帽子了 我这根线是56厘米的 现在我们先量出这一个 勾给你看是多少的 这个是56 56那你要勾到58或者是60 那要加上4针 或者是6针 比如说64 66都是加双的 那我们下一圈我就勾一个64针 那就是加4针 那我这个勾64针的话 那就是隔14针加一针 就是在第15针的位置 加一针 那一共加上来均匀加的话就是64针 我这里是勾了14个短针过来 那在第15针的位置就加上一针 接着也是第15针的位置 加针一共是加到64针 那我们鸡则就往下勾了 64针的尺寸 那就是一行交叉短针 一行短针 短针就不加不减 就一直往下勾 勾64针 我这个位置勾到 从上面勾到这里是18厘米 带起来呢 就是在眉毛的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勾茂圆的部分 5个短针 先勾5个短针 3 4 5 在第6针的位置加一针 那就是隔5加1 勾完这一圈 我们勾一行的短针 一行的交叉短针 那我们隔5加1 勾了一行 下一行是交叉短针 那接着我们就开始勾不加不减 那接着我们就开始勾不加不减 就是每一个针目 都勾出一个短针 好勾完这一圈 勾完这一行的不加不减 我们下一行又开始勾交叉短针了 那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再重复了 好勾完这一圈交叉短针 接下来我们又开始夹针 那就是隔6加1 同样的在第1针的位置先夹一针 接着6个短针 6个短针以后在第7针的位置夹一针 那一直勾完这一圈 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勾这个交叉短针的这一行 好勾完这一行交叉短针 我们加针的话勾到后面是单针的 那我们的交叉短针就这样勾 先勾出一个短针 那回头 在前面这一针的位置 再勾一个交叉短针 跟第1针连接 接下来我们同样的勾一圈的不加不减 再勾一圈的交叉短针 我们勾完这个交叉短针 再勾一行的不加不减的短针 那就是勾完了 勾完以后 我们坐在第1针的位置做个引拔 接着我们引拔一圈 就是每一个针目做一个引拔 引拔完这一圈就可以了 引拔完我们把线给剪掉 用缝合针来处理这个线头 把线抽出来 断完线以后直接穿到前面一个 这里 就直接把这个线头给藏到后面去 把它藏结实 发行的 接下来 对 我看见